当地时间8月27号 国际军事比赛2021海上登陆项目 第三阶段求生赛 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戈尔诺斯塔伊把场全面开展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中国参赛队勇夺第一名 俄罗斯和伊朗参赛队 分获第二第三名 今年海上登陆项目求生赛 共有中国 俄罗斯 韦尼瑞拉 伊朗等五个国家地区参赛 按照抽签顺序 中国参赛队第二个出场 今年的求生赛 首次将陆战班调整为陆战牌参赛 赛程由前期通报的两公里 增加至4.6公里 赛道位于滨海山林地 坡斗路线 崎岖难行 增加了比赛难度 在求生赛中 海军陆战分队急行军 需要越过挂绳斜墙 炸行围墙 反坦克 菱形巨马 数间垂直网 轮胎通道等 十个障碍后 迅速投入战斗 中国参赛队员讲究战术技巧 合理分配体能 一路快速挺进 随后在射击环节中 中国参赛队三个火箭筒把 全部首发命中 三个狙击把命中两个 在所有参赛队中成绩最好 最终 中国参赛队以33分57秒的成绩 夺得第一名 至此 海上登陆项目三个阶段比赛 全部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